广州湾商会会址 这就是广州湾商会原来的旧址 我们现在来到老街 这边都是老房子 然后你看它门口有个什么 民主路105号 就写了一个路牌 也没有任何介绍 这样这些房子都是没有动过的 像早之前盖的 我们之前在新区 故意绕到老区这边来走走看看 这些房子都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产物 虽然外表看起来很破旧了吧 但是你看这种建筑风格 有点偏欧式的 这边这种建筑风格都被树挡着了 这很破很旧了 但是这里边还是住人的 民族路 它有路牌的 像这种窗户 这就是他们这边的老街了 这些建筑 这些建筑很旧 但是还是住人的 感觉好像是古湾一条街嘛 全部都是卖古湾的 玉石古湾 国外的建筑到了中国来 也是融入了很多的中国风 这个楼下的窗子那个沿是中式的 你再看楼上 是欧式的 这种建筑很有意思 这边也是 窗子上面那个沿中式的 你看上边 这边也有很多这种的房子 它主人不在了 应该是 门都封起来了 顶都塌了 这旁边就有个别墅 也是好像是没有人住的 这边这个角度还能看到点 我刚才去这个大门口 人家门是锁着的 从这个缝隙里边能够看一眼 我是看不到的 我从这边看一下 市区里边还有一个天主教堂 这个天主教堂其实是挺高的 不过画面里边被这个大楼啊 比的好像是有点那个什么 哎呀好多人在里边啊 在做祷告 天主教湛江教区主教堂 人家在做礼拜 唱圣歌 今天就是由公园剑步行 不过他这边的公园都很漂亮 中间有个小海湾 远处还有一个看海的堤 所以我们在这公园里边逛来逛去的 逛完了 我们现在来到了又一个万达广场 这万达有四栋这么高的楼 我过来这边找个理发的 今天要把头发剪下 顺便晚上在这周围有一个吃生蚝挺好的地方 在这边吃蚝 我们现在要去吃饭 毛发剪完了还在下着小雨 感觉这边这条街整整条街都是吃吃的的 这样举着走 车头率太高了 吃饭去 看这边这个万达四栋楼 还挺大的 我们就在对边这个吃蚝 烧蚝帮 进去看各种各样的蚝蚝 蘸姜来蘸姜吃蚝 应该没问题吧 牛肉先上来了 我们本来是来这吃蚝的 这家这个蚝蚝 都是蘸姜 应该是最优质的蚝了 不是最贵的但一定是最好的 这家在广东电视台上个电视 你看他这个电视下面播的就是在 他家上电视时候那个片段 尝一尝烤牛肉 虽然这不是主菜 贵妃螺和干鱿鱼上 你看这贵妃螺多大 这么大 一尺长 一尺长 这么长 这个真的是螺 我那天还以为他这个像是花鸽之类的这种肺 但它就是螺 人家就叫这个螺 这鱿鱼鱼干啊 好硬啊 你看看这个 尝尝这个 尝尝这个 先照片 相机先吃 对对对 相机 让我爸要看到 尝尝这个 锅 嗯 超超好喝 这个 但是我每次喜欢吃 把这个东西 先被弄下来 嗯 还可以 尝尝它这个 干鱿鱼怎么样 这很干啊 这鱿鱼干嘛 我先把那个 这个 这个腊肝挺好看 哇塞比 别上手 你也上手丝吧 好 看一下 啊 啊芥末每次我就把这个芥末 放太多 啊对于 我这个 鼻炎的鼻子啊 很有好处 马上就通气了 你看这边是木头啊 撒的 撒的 我就不要吃 再来喝成一个 再来一个 更白白嫩嫩的还挺好吃 吃下去 嗯 嗯 鱼 鱼 嗯 鱼 这个不是就这个 味道重长 嗯 太鲜了 嗯 我吃了 嗯 你吃蛋 我妈吃的蛋 我吃我和我爸吃的比较咸 我吃我和我爸吃的比较咸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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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碗都 stay 啊 這家果然好吃 这个是当地的一个朋友 看见的 让我们来这边吃 味道比较好 价格比较合理 我们的饭饭来了 谢谢 嗯? 你不猜? 你不在吃 价格 看一下生蚝饭饭 因为它这边的这个 好种类太多了 各种各样做法 你看蒜香的 陈皮的 然后还有原味的 这个是不知道什么 也有粉末的 这种各种各样的太多了 我们就点了一个 生蚝联盟 所有味道都有了 除了没有芝士 对没有芝士 其他都有了 哇 你看这边电视上面 砍的生蚝 你看到厨房里面 他们正在限开 这边开 那边烤 那边是烤的 看一下 这边是烤 这个时候才看到湛江 人多了 上下班时间 几点钟? 六点零八 不还好我们已经叫滴滴了 那个滴滴正在往这边走了 那边是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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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被刷毛了